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第三周第三轮的比赛 我是国际解说 国陆池 那Margo对神局队 神局队这里派上了最强的Akira来对上Moke 你看Moke这张非常老实的面孔 感觉就是要被Akira欺负了 以Akira的一个进攻强度上来讲 我不知道Moke能不能跟得上 Moke在去年的一个SFL表现上是不错 但今年有点拉 那再加上Akira这么强势的一个加密 我觉得他今天这把会有点危险 碰上打法如此强硬的加密 很有可能就是某一灯20秒内可以结束战斗 你只要一个机会给到Akira 让他打穿了 我觉得Moke这种打法偏软一点的选手 他很有可能会被一波带走 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很大好吧 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由圣诞姐姐来对上中东叔叔 每次一到了Akira就是圣诞姐姐 我那个标题都没有离开过这四个字 但我曾经以为圣诞姐姐应该挺吸引人的 但是没想到好像也不怎么样 得换个ID了 不过我觉得叫他圣诞姐姐也不错的 毕竟他每次都是这一套套中 好了马上比赛就要开始 加密达拉希德 其实这两个角色的话都是属于那种全面 对吧没有什么太大的天敌的角色 因为我只要足够的全面我就没有弱点 当然没有弱点也不是说他无敌 这东西还得看水平的 好了那上来摩克这边拿到两波机会 直接打进版边了 再责中一发就可以上路了 现在Akira这边要找一个反击的点 这个反击的点感觉要来了 下中掉直接EX点掉你一个旋风 手上是有VT在的 接下来就是一发 只要命中啊这一发被对手先中 我再是一个中掉打拆 今天摩克好像还行 起身凹了一个增龙 这一波凹出来以后 Akira想要重拳开V 最后没有打上第二发中角开了 但这个点上摩克要攻过来了 下中掉命中这一波 过去往后一拉再往前 重拳打中一个单发全刃一波 摩克还有一丝血 最后摩克烂命下中角 这可是威力王的精髓剂啊 对吧快死的时候踢个下中角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要踢一下 万一踢中了呢 踢中了我赢了好吧 刚才那个地方其实是合适的 你不要说威力王没脑子 只能说这个点上值得一波 如果你单纯的消极防守的话 那是真没有什么机会 好现在就到了第二灯 上来三点清空之一个确认 这边又清空之点中又是一个确认 完了 所以摩克上来就半关雪梅了 在面对Akira的这个进攻 Akira不会给你时间考虑 你倒在地了再追过去 晃一下没晃中 摩克还是起身烂命下中角 这个东西打那些比较喜欢晃的人呢 用下中角起身是可以的 这个东西万一对手直接压了就直接死了 不用想了 再一发头 打完以后中拳又打中 下中角交出VT 这一波马上 直接转成了直升飞机 在空中想要来一首经典的拉斯德最后绝杀式 就跳起来 然后给你假装我要打逆向的一个错觉 直接一脚踩下去 Akira管都不管你 管你打正面背面 我跳起来就是一个抓 圣诞姐姐就这样把中东叔叔的脖子都给拧下来了 那摩克被拧了脖子以后肯定还是压力很大的 因为Akira这种人啊 他只要拿到进攻机会以后就不停的 完全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想法 就一定要把你打到死为止 来了 现在第二局 哎 这个反应有点离谱了 这平时Akira没有这么慢的 什么中鸟都已经收招完了 人都动起来了 他按了一个重拳 这个状态有点不佳嘛 放平时的话肯定就打上去了 这个中鸟你能随便出的了 今天Akira没有抓对手插盒的意思 这里旋风中了 一波VS上天 血量不是很多 这里啊 爬起来一个EX空剑 什么东西 你说要是起上奥一个生龙 我也信了 他反向生龙 从空中往地上伸是不是 这爬起来从空中往地上发一个生龙 就是从动作上来讲差不多吧 那都是一个斜向的一肩插出去 上来一个空间插的位置不错 前前过去达到一个坑 然后往前压 轻过去往后一拉 看一下有没有拆 没拆 今天MOK这边拆的不多 接下来感觉到头则要来了 直接头刀 这个第一头没有头 中跳起来再一个头 中东勃勃的头要守不住了 要死了 头都给拧下来了 我这个太狠了 他们的反应好快 就是说我第一时间这一个头没有头中的情况下 马上能确认到你第二个动作 这MOK往哪里逃都不合适 逃不掉 这里要想出门的话 建议直接升龙好吧 情况之间点中 下来 又是一个地界往前压 所以MOK只能逃命 面对对手我像疯狗一般的进攻 我除了能逃还能做什么 原地安全要挡 挡不住 对手一看你想挡我 直接一个下中掉打插盒 诶 这里我也来 爬起身一个跳起来的升龙 中拳又抓中 哦 这一下诶 失误了 这个失误的话给了MOK一线升机 本来MOK已经死了 交了一个V闪又放倒 中拳防你突进 接下来怎么说 哦 中掉防你走位 最后 这个点上面 你说MOK还能干什么 他手上的这一发VT都不一定敢交 因为对手是有EXD键的 最后吃了一发中拳 打了一个收招 MOK最后一直在用自己的战中拳去挡加米 我也不知道他想挡Akira的什么东西 他感觉上是有练过一些对策 或者是有做过一些功课 否则不会这样那么频繁的去用这个战中拳 他应该是有去对Akira做过一些了解的 但他具体想打什么 我是没看出来 难道仅仅是因为Akira这个人冲的很凶 然后中拳命中的回报足够大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吧 那这场比赛结果出来以后 MOK这边已经0-2吃好了 你看MOK的面色已经不太妙了 不过有个好消息 他们的好消息就是今天 对于升居队他们来说 他们的弃补是MOV 也就只剩下Oniqi一个人了 也就是说他们是要把一位年轻小将去打这个大将位 而且那个水平还跟我差不多 也就是说我 我狗头其实也可以做大将 哈哈哈 好了那今天这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下期视频我们继续更新 各位观众老爷们拜拜 拜拜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